從今天開始我要減肥 我要每天堅持跑步 做一個猛男 小小年紀就要減肥做猛男 結果才剛開始 就自我放棄了嗎 但是我覺得 夏天喝熱奶茶 比跑步更關用哦 少家長認為 小孩正在發育 就給他狂吃猛吃 等到體重超標 才會想到開始運動控制 越生越肥 你就是肥肥肥肥肥肥胖 但是如果有人叫你胖子 請他住嘴 因為根據醫學研究 胖子會越叫越胖 變胖機率是一般人的25倍 死亡風險還會暴增60% 我們小朋友要控制體重的話 最好在一歲以內就要開始控制了 免得因為脂肪細胞的數量增加 以後就不太好控制 直從小開始保養 一歲以前是黃金時期 脂肪細胞增升 以后会越来越胖 母奶或奶粉摄取量 建议是体重乘以160 就很刚好 饮食就还是想吃什么 就让他吃什么 可是可能就不要让他吃炸的 或是一些比较不健 医师说 一岁小朋友的标准身材 是出生时体重再乘以3 9到10公斤最刚好 所以不要再说 小时候胖不是胖 错误观念 恐怕影响孩子健康 养成一胖体质 后天还要加倍努力 才能成功减重 我都想去我给他多一点机会 冥冥之中 妈祖会把需要的人带到我身边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梦 就是有一个阿伯骑着脚踏车 拿了一张红纸给我 跟我说 叫我要义乌好 然后那一年 要进香的前两天发现怀孕吧 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 他说 您银子那叫义乌好 是不是跟那个 你做梦那个义乌好 是一样的 就是我到现在讲 我还是会觉得 有点得来不易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